說得好 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古今神算 古今神算是什麼古 是什麼經 到底怎麼神又是怎麼算呢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特別來賓 製作單位今天請的 是一個很有名的 重量級 對… 這是我們情緯的面子來的 張富 還有港台影星 天后 這要說天后嘛 吳京如小姐 還有我們名作家 詩季欽小姐 想指教各位 自己本身相不相算命 相信 很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醫生人已經 給那個上天安排了 是…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本書給我們看 但是我們不要太迷信 當它是一個可以做來 所以做來可以參考 參考可以防備一些 你不願意發生的事情 你自己有沒有算過 有 算 哪一種種類 什麼種類的算過 紫薇 紫薇 鐵… 鐵板 鐵板 還有外國的… 外國的… 占星樹 占星樹 水晶球 噗克牌 水晶球 噗克牌 全部算過 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是有的 應該醫生人是有一本書 給你參考 那讓妳想請教一下 這個詩女士 自己本身好像對這個算命 好像… 很有研究 刺為這個無稽之端 對 第一個 這個… 你的題目應該說 人到底有沒有命運 命運跟算命是兩回事 我要告訴你 從希臘羅馬時代的 劇作家 文學家就討論 因為人確實有命運 但是有沒有工具 可以算出這些命運呢 答案是NO 沒有 因為任何一個工具 都不能算出人的命運來 所以這個在文學跟哲學裡頭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的討論 到今天為止 哲學家也不能告訴你說 那妳要怎麼樣的遇知命運 所以孔子才會說 叫妳安平樂道啊 叫妳知命啊 安命啊 自主常樂啊 對… 為什麼就是 因為事實上沒有一個工具 可以算出來命運 因為這些工具都太粗躁 無法來算 算好的算好像沒怎麼樣 算壞的一定準 為什麼 就是我們人本身就有許許多多的恐懼 這些恐懼呢 本來是不具體的 是莫名的 可是等到算命的給你指證以後 好 那妳至少就把妳的恐懼 就具體化了 所以妳就會朝著那個去做 好 那譬如剛才呢 妳在上節目之前 妳說鐵板神速算 妳會有車禍 好 那這個等到 我再跟妳講 為什麼鐵板神速會算出 妳有車禍 既然師姐已經提到這個 這個鐵板神算出車禍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嘛 鐵板神算到底是什麼東西 妳覺得怎麼做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沒有算過 百聞不如一見 乾脆把我的親身經歷 血淋淋的教訓 提供給大家看 大家來參考一下 鐵板神速被世人譽為算命絕學 據稱它既知過去又知未來 人的一生皆記錄在案 但究竟這本天書起源於何處呢 是從唐宋 尤其邵祖祖祖 邵雍傳下來的 而且當然祖祖祖傳一些禮祖下來 到了清朝 一個叫鐵鋪子的人 他把它舉大成 所有叫做鐵板神速的由來 但是鐵部族也不是他一個人所所集的 所以才分成了三派 藍派 中州派 還有一派就是洛陽派 老師是屬哪一派 當然是藍派 總共是一萬兩千條系數 而且整數不差 想請教老師 這口訣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口訣 可以讓我們馬上能夠上手 學習鐵板神算 他裡面就是說 遙從三十起 對圍少尼 變合六八指 錢掛六圍頭 集中一碗熟 硬宿兩籌 這個都是他裡面的書 而且裡面從這裡的書要解剖出來不容易 因為裡面演繹太多的六書 樹遙掛電 還有連山翼 龜掌翼 可以說是里數的極大層 講到這個鐵板神算 我看過在電視上 有一種老師 他就拿了這個算盤在那邊打字算命 為什麼一定要透過算盤 因為它裡面從你的八指 透過它的藝術裡面 合六里數的數字 然後加減乘數進來的 所以它為什麼叫做一萬兩千條的係數 就是要以它加減乘數來考課它的係數 那鐵板神算可不可以直接問事情 數數都沒有百分之 都有它的缺點 包括鐵板神算在裡面 為什麼我不喜歡批它 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為什麼 它準得讓人會怕 準到讓人會怕 聽說老師透過這個鐵板神算 曾經救過人命 怎麼回事 實際上我也很奇奇怪感 因為我學了那麼多 就是唯一沒有辦法就是救人 為什麼 因為我包括我去學醫 因為我才寫了一本書 就是生俗有書命 會叫做丁數 為什麼 因為來我被我看了 我就到他要數 既然我沒有辦法救他 因為我整整救他三年 這三年都是利用功德什麼 都用他的民主去做 到最後還是從我手中留掉 所以我感到奇奇怪感 為什麼 這個人好好的 但是到最後還是從我手中留走 所以我感覺就是說 命實際上有一種宿命 老師既然講了這麼多 讓我已經躍躍欲試 雖然工作人員已經排了一個長龍 準備要來算命 但是沒有關係 當然從主持人先來 肥水不落外人田 我先告訴老師我的八字 因為不能告訴大家我幾歲 我先寫在上面 好 這是我的八字 老師先幫我們算一下 我來證明一下鐵板神算 到底神在哪裡 是不是真的很甜 是不是真的很神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好像不太容易學 你的八字這裡打出來 第一條數9926 9926 9926是翻 第九本 這總共有幾本 總共12本 每一本是1000條 都是這樣子嗎 不一樣的 都一樣的 南派都是就是12本 九數 9926是嗎 兄弟姊妹四人先天定數 這很準耶 4095 4095 對 這個很特別 楊智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命運 4095 藝術依人顯能得福自珍 這什麼意思 好 4095 好 這一條就是說 這個人在這裡出生的人 從術藝術方面 可以有他的才華 9992 9992 因為這個掛葉一定要很純熟 9992 人帶破相方何此刻 哎呦 老師這個太準了 講到這個破相 可能電視前面觀眾們 不太清楚 小時候因為我是 比較仗義直言 急功好義 我曾經扮演科學小肥小的角色 帶來一個眼罩自己做的 眼洞蛙太小 結果走到警察局 前面的門口水溝裡 結果我不小心就跌到水溝裡 所以下巴曾經摔傷過 這邊有個疤 從這邊可以證明 真的是有破過相 太準了 科學小肥小 再算一個 好 六數六一 六四六一 對 這一條是六數六一 兄弟雖重 緣卻薄 這我會解釋就是說 兄弟姐妹數量雖然很多 但是緣分很淡薄 為什麼 這很準 因為我弟弟現在在國外當情報員 平常也不在家裡 我姐姐我妹妹都結婚了 都不住在家裡啊 太準了 會有老師 但是後面有一些私人的問題 我就不太方便透過鏡頭告訴大家 比方說我老婆是誰 然後我三位多少 不太適合在這個畫面呈現給大家 如果有一些不雅的話 由於必須保護情緯的隱私 有些內容我們不方便公開 但是鐵板算到了最後 周老師都會贈予備算者 一本屬於個人的天書 並親手提上八句詩 這又透露了什麼樣的玄機呢 好了 別藏了啦 既然算了對不對 有勇氣算就給大家看看嘛 對不對 這個鐵板算是有當天 當天他是寫給你的嗎 當天都寫下來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覺得 像這個之前算得很準 像副屬 我們媽媽 我父親是屬這個小龍嘛 他所有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都算出來屬什麼 我父親母親的生育 還算出來說四個兄弟姐妹 所以應該算不出來 應該不會知道嘛 我父母親是什麼生育不知道 先讓你這樣跟你說 你覺得有相信嗎 裡面有幾個條文 我覺得可以值得探討一下 像他寫15歲到24歲 民信芳香傳萬古 可能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傳萬古 我那年得全國國藝文競賽第一 對不對 然後25歲到34歲 奇人田園萬景 對啊 那年開始買房子嘛 好 31歲更懸了 門外勢如海 無心苦心又逢車禍生 今年虛歲剛好31歲嘛 那個富哥也知道 剛好發生車禍 他可能有寬點 很奇怪 但可是他 或不是說你還有一次嗎 還有一次嗎 兩次啊 真多 聖免幾天就31過完了好不好 不過也很懸 我們說這也準 不要 後面有一首詩 我們把它唸一下 整本要說完這樣 唸完 然後請詩老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 他寫說 口才洋溢心絮饒 少年驚嘆命清高 得寬懷且寬心懷 若使感情困擾過 何用一時想不透 中年因之血液疾 晚年名利一起來 老師一直強調說 你不相信算命這個事 那麼我也運用一句話 以前的人在說 一問一算看三世 一問看人意 什麼意思 算命的也是一樣 一踏進來 他會看你這個人 然後你講的 尾頭他就知道要尾尾 茶言觀色 對 人家說 紅衣順尾尾這樣 就是順你的意 有時候會講一些 你想要知道的 然後也是 等於是鼓勵你 可是先天的怎麼算 老師 解釋一下好了 好 我告訴你 父母親的生肖怎麼算 對 鐵板神術怎麼來的 好 事實上是明朝 這個明清 你都知道有一種 叫做漢林 漢林院 所謂漢林院 就是我們今天來講 就有點像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 公務人員訓練班 他們先考上了進士以後 很多人就在漢林院待著 然後養成以後 在外放去當縣市長 然後這些漢林 每天要值班 晚上要值班 漫漫長夜 這個皇宮 他們又不能夠有非病 來伺候他們對不對 所以就在那裡很無聊 無聊的時候 他們都是受過教育的 又出口就會隱私 於是他們就把人生的擺態 都用詩句來寫 好 因此這些人生擺態 每一條羅列 你翻開來 總是會找到幾條適合你 好 至於你說 為什麼生肖會算準 然後你的父母會算準 我跟你講在心理學上 有一種人 這種人占極少數 而這些人常常也利用他這個天賦 去怪力亂生 這種人就是他有獨心術 假不曉得 所謂獨心就是 你腦袋想什麼 他可以 就是我們是察言觀色 對 他是可以獨心 包括像那種摸手的 摸骨的蝦子算命 或者是神通 像宋妻禮 他就可以神通 可是這個我要稍微更正一下 因為他算我父親的生肖 我並不知道 對 讀不到我的心 我是打電話回去問我父親說 你是不是屬小樓 我父親說對 你竟然不知道 你爸屬什麼的 我父親不講 也有人忌諱他的生肖 那怎麼解釋 好 我跟你講 一個鐵板神速算你的父母的生肖 是憑你的年紀來推算的 你懂不懂 那一種就是 有一個人告訴我有一個鐵板神速 那這個絕對是用讀心書的 換言之其實我跟你講 你的腦袋頭 包括你的潛意識 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這資訊是有關你個人的 那你自己也許都忘記了 可是我告訴你 它是始終存留在你的意識裡頭 你說這個 其實我覺得像剛剛講的 其實如果你跟一個宣明師說 你民國幾年生或怎麼樣 他這樣一推算 很清楚就知道你父母親是什麼所說的 他有一個歸納 那還有一種狀況 比方說我曾經去算過 他到一樓他就說你要舔你的生成八字 可是他算命的地方是在三樓 那絕對有可能就因為我上三樓之後 他會告訴你 你不要講話 你數老虎 你覺得很神 為什麼他從一樓傳真到三樓 他已經看到 我跟你講還有算命的 還有那個Videotape 還有那個電視間 像虎口一個很有名的陳隆天 他又有電視那個牽控器 每一個人來的時候 他一定知道你是誰 對 尤其是你是名人 可是問題是他不認得我 因為他只認得政治人物 因此我給他算從頭到尾共骨 好 那麽時代在變遷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那個新的和舊的算命 好嗎 新時代 對 新時代 聽說現在有那種八字的規劃 是自己的生涯規劃 積極論命 改變自己的生活領域 有沒有看過呢 好像沒有 就是就要看這個八字的EQ 八字的EQ 八字的EQ 如果看完你就知道 好 休息片刻 剛才很感謝施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為我們解說這個古時候的 還有現代的那種鐵板神算 是 是 那麼現在我們來介紹就是說 新科技的算命法 這個厲害了 用電腦來算EQ跟EQ結合之外 還包括我們古代的八字命理 現在的愛因斯坦職能互換定律 可以說是中西合併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謝謝大家 你現在來看報題嗎 謝謝爸爸 別告訴我 很快 請老師出來 對 以以愛之以 看個小檔案 來 民國四十四年 出生於台北的邱仲庵 坦承會走入命理界 完全是二十幾年前 接觸命理師的一段 不愉快經驗所觸發的 高中畢業 母親看她胸無大志 就帶她去算命 結果 那個命理師 除了打高空 講些不痛不癢的辭令 還拿一些唯言聳聽的 神煞術語來嚇她 她母親聽得憂心忡忡 邱仲安卻心裡暗笑 因為這位算命師 連她的個性特徵 都錯得一塌糊塗 其他的又怎麼能夠相信呢 但也因為這個烏龍算命師 才激起了邱仲安 深入探討 命理真實性的好奇心 她到書店 買了許多子瓶拔字方面的 專書閉門苦讀 發現自己竟然看得懂 之後她用所學的 計量統計來解析拔字 並且以自己研發出來的 運算程式 成為第一個結合中國命理學 與愛因斯坦職能互換定律的人 完成了一套天人合一 個人本職能力分析數值表 來 我們來歡迎我們邱仲安老師 歡迎老師 相信邱老師介紹一下 這個個人精準情緒智商 情緒智商 你說得好 我以為情緒商品 介紹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好的 我想各位可能對這個都比較陌生 那我在這邊先跟各位 把這個評分的一個方式 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麼這個東西我們基本上 是針對整個事業各方面的能力 我們來做一個評分 那麼它的分數是這樣 我們從中小企業的一個經理人的 平均值把它列為50分 那麼往下推的話 等於說這個各方面的能力一直往下推 那麼往上到最高是75分 那麼上下之間它的有正負三的一個誤差值 可是這邊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當分數低於25分的時候 其實它的能力會往上 那麼當它這個分數高於75分的時候 這個能力值是往下推 哪方面的能力值 譬如說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邊有26項不同的能力 包括一個人的領導能力 目前我們大家在EQ上面 所提到的一個領導能力也好 對人或對事情的應變能力 那麼這個人本身的創造能力 像各位本身我們在演藝界 那麼在這種創造能力上面 一般來講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在創造能力 那麼計畫能力 譬如說我們在做一些 幕後策劃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計畫能力要相當的好 那當然我們講說組織能力 就跟團隊的工作有相關 那等等這些有問題 裡面有一個比較看不懂 財務槓桿是什麼意思 那麼講到財務槓桿跟成本觀念 這兩個指數是跟我們一個人 最切身的鈔票 錢有關係 譬如說成本觀念 如果說他的分數在65分以上的話 那麼這個人會比較節儉 那麼換句話說就是比較摳門 那如果說這個分數 是在30幾分的話 像譬如說我們這個同仁也有的人 是只有32分 那麼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去推銷東西給他 他一定會買 因為他比較容易亂花錢 那這樣邱老師 我們現場來了兩位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電視界都很有名的 一個是名製作人 那麼一位是港台的巨星天后 那是不是讓他們兩位 可以請教你一下 然後您幫他們指導一下 因為剛好一個是幕後 一個是幕前 看看是不是應該幕後的轉幕前 目前的轉幕後 從這個我們吳小姐來看 吳天后 對 吳天后本身來看 我們八字就不要念出來了 對 我們先可以看到一下 我們幾個 他幾個比較特別的一些分數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的領導能力高達65分 難怪叫天后 對 我們講說這個天后 這個後絕對不是亂來的 一定表示說他這個 在領導帶人方面 他是屬於比較強勢型的 換句話說他在 強勢領導型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看看他比較特別的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成本觀念跟錢有關 他的成本觀念高達67分 這太準了 很抠門 所以表示說我們吳天后 他事實上他在錢上面來講 他真的是比較精打細算 那麼他比較能夠去掌控他的錢 不過這個也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因為節儉很好 是啊 節儉很好 不過講真的要替吳俊俊講一句話 不過他的財務槓桿只有32分 為什麼呢 這個表示說在理財方面 用錢去賺錢的能力 這太低了 稍微低了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買股票 買金 買什麼的外賓 從來什麼都沒有買 所以吳小姐他的連結度非常高 什麼意思 我們講連結度 一般講譬如說像現在 他的連結度高達65分 一般如果說連結度高達65分 比較不會紅杏出牆 No... 人家送禮物給他 他會把人家退回去 不會 我送給他都沒退 對 你講了什麼 其實從吳小姐整個這樣子 各種能力看起來 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因為我們現場有位大老闆 是 張富當老闆 我講完了 沒關係 我們三位我們再看上來 對 副歌他的能力 對 我們張富 張先生來講 我都要知道 他的領導能力也不錯 56分 屬於那個雖然是強勢 但是不霸道心 這是真的 可哀可親 對 那麼他的 譬如說我們講說 他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他的幾個分數 像他對事情的應變能力很不錯 對 沒錯 這件事情 59 表示說一件事情 他如果這樣做不通的時候 他馬上有一個新的方法 沒錯 來去cover這件事情 對 最高分的是哪個單元 他的最高分 沒有啦 財務大 財務槓桿 適應能力 這是真的 適應能力 我把它稱為叫做野草的能力 就是說丟到哪兒都可以生存 那你是油麻菜子囉 對 應該是這樣 像今年不賺錢 還是要做下去 對 我們張先生 他成本觀念只有37分 37分表示說 我們張先生比較 不是那麼在意金錢的人 因為有時候為了這個節目的質感 常常副歌花大錢 你可把節目質感先做出來嗎 這個是有啦 這私底下比較扣門 你比較會在意 對 私底下 他會比較在意事情的成就感 如果說在這個 本身這個東西來講 所以我們講說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比較牽涉到一個人的 一個錢財的觀念 那這邊來講工作量跟工作值 一般來說我們講說像我們張大哥 他的工作量很高 他把62那個是拼死拼活 拼死工作的工作值 可是工作值稍微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呢 這比方說 其實我建議你不要這麼忙 多在這個計畫能力上面 多下點功 因為你計畫能力其實不差 可是因為你的組織力稍微弱了一點 這個造成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你本身能力太好了 什麼事情你都覺得我自己來做 別人做你看不慣 那變成說你把團隊工作給忘記 但是老師這個是公司的 還是個人的 個人本身 漂亮 他個人本身 如果是公司來講的話 一個公司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不管是再小的公司或再大的公司 這些基本的項目他應該都會有 你過來做 那公司他就 公司沒有八字的怎麼看 有 公司的八字 我們目前是採用這個叫做 名字 不是 不用名字 就是說他營利事業登記證 所核發下來的時間 這樣子 為什麼要用這個時間 就好像一個人懷胎 受孕以後生出來 那麼你去登記一個公司 說實在話 你什麼時候會 他把你核發下來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今年我們既然在超市錄影 是 以超市為例算算看 基本上以超市本身來講 它的人事架構來講算是不錯 各個同名都是相當的 相當的本事都非常好 市場行銷能力也是一流的 最特別的是就是說他的財務快速 貴公司來講在去84年度 可能在整個的財務狀況來講 會比較有一些改變 有沒有什麼結論可以告訴我們 從各位剛才可以看得到 我們講所有的分數 他沒有所謂的好跟壞 譬如說我們講到領導能力 一個很強很霸道的能力 他如果去管工廠 我們講說在工廠 你可能要比較強勢的人 你才管得動 可是如果說像譬如說 在我們這種行業 你是用那種強勢霸道的方式 我相信沒人要聽你的 跟你的處理處的環境有關 譬如說我們講到說 這個人他的連結度來講 他今天他是一個售貨物的時候 那麼他去賣東西 你太過連結了一接不取 你反而什麼生意做不到 但是我發覺副歌那個中層道 是28是不是太低 不會 講到 算命啦 只是參考而已 對啊 而且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但是那個參考很... 古話一句話 靜靜書不如無書 我們應該妥善規劃自己的人生 完全相信都變盲蟲了對不對 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